好,各位好,我们来解今天lead code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是第974题 所谓的subarrays sounds divisible by k 这个题目是说它给一个整数的阵列 numbers 而且还有一个整数叫做k 它要请你传回的答案是 非空的subarray 它的核是被k整除的总数 那这个题目跟昨天的问题有点类似 好,那我们先看这边的立体 看这边的立体 比如像这个立体1 它是说一个numbers 这样一个阵列 它里面有4,5,0,-2,-3,1,k等于5 所以你就要去看 去数它有多少的指阵列 它的核 会被5整除 那它这边就直接告诉你 它的指阵列 它会被5整除的话 当然 整个阵列是一个 当然个别像这样5也是 5再加上0 这当然也是 然后 5,0,-2,-3 这当然也是 0本身 0是被任何数都整除啊 这应该很清楚 那0-2-3 当然是 那当然 -2-3 所以在这里的话总共是有7个 好 那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例子是说 它这里的 呃 Numbers 只有5一个元素 它当然不可能被纠正出来 所以这传回去的答案当然是0 那我们看一下它自己constraint 它自己constraint的话 Numbers的 length 它是最长可以到 3万 哦 所以你平方解有可能是可以通过的 哦 它这个 有可能 那当然 最好当然是用线性解 好 那另外 Numbers 在i的值呢 它是介于 -1万 在1万之间 所以它有可能有负的 在出底的时候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 K值呢 它是介于2到1万之间 所以这个问题 呃 相较 昨天的问题来讲 昨天那个问题的话 我们稍微看一下 昨天的问题的话 呃 基本上平方解有可能是超过时间 那你如果是用正列解 你那个应该就会超过记忆题 今天的情况大概 用正列解是可以处理的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 怎么去解这样一个问题 好 那这边我们就先点开我们的Note 好 这边我们有一些说明 好 那前面的话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根据这个 这个 这个 上面的 一些constraints 啊 原则上它跟 呃 昨天的问题呢 不太一样 啊 就是说 我们也不需要再使用 啊 啊 所谓的hash map 啊 所谓的那个杂臭表 啊 基本上用 比较简单的资料结构 像是正列 啊 这一类的 啊 资料结构就足够了 啊 好 那我们的 呃 解答的方式 我们这边 呃 有写到的approach 啊 这边 我们原则上我们就 边讲边做 啊 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说 啊 我们就先建立一个容器嘛 那python的话 来讲的话 当然很清楚 啊 当然 就是 用list 所以啊一开始 你都是先填0 那总共是有k个 没有问题 啊 这个第二段是讲 我们在那个preferent sum啊 特别是当两个preferent sum呢 它有相同的语数 当然这边来讲的话 是除以 可以相同的语数 啊 原则上来说 假设这preferent sum 是从 它第i个 啊 这个preferent sum 是第j个啊 这两个有相同的语数 那么 大概是小于z 实际上来讲的话 呃 这个指振列 从第i加1到第j个的和呢 它一定是 啊 k的整数 啊 这个当然是 我们 主要 解题的一个关键 啊 不管是今天的解答 还是昨天的解答 因子上都透过这个 这个观察 啊 那 所以 再来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第二观察 所以我们当然有可能 就是 preferent sum 从一开始 啊 它就直接是被 k整出了 所以我们这边当然要去设 呃 nod k 呃 它在 0的值呢 它必须要设为1 好 呃 再来我们当然原则上就用 透过回圈 哈 当然preferent sum 我们这些用preferent代表 试就可以了 0 回圈 嗯 基本上我们就 用 容器就可以了 到 numbers 里面的x 好 那 这边要小心一下 因为根据它的constraint 它的numbers 它是有负的 啊 所以 你 呃 我们 它的一个计算的步骤 当然preferent 它是等于 preferent x 加上x 再除以 k的余数 但是这preferent 有可能是 负的 啊 如果说你的preferent 如果是负的话 当然这个时候你 当然就是将preferent 再加等于 k 哈 因为它有可能是负的 然后 然后 呃 所以我们在 这个 nod k 里面要放的 原则上就是 嗯 preferent preferent 上它磨掉 k的 那个 元素的 那个 总数 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 nod k 在preferent x 就值 你就要加等于 1 好 那然后 我们 再来透过另外一个回圈 我们要去算 它 它这样的一个 呃 个数 所以我们这边就用所谓的 呃 这样的一个公式 啊 所以就用所谓的 cn取2 啊 这样的公式来算 啊 所以我们这里 我们的 假设我们要传回去答案是ams 开始 它 但是0 然后我们的 回圈 呃 我们这边 基本上就是 它的 假设就是 它的 n 在 nod k里面 那我们 所以我们 ans 就是 加等于 n 乘上 n-1 啊 它是整数的 所以 这边要除以除以 除以 2 好 return ans 好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应该就我们 python的解答 我们先试 先试一下 好 这下面也有一些 提供一些 test case 我们这么把它 贴上去 好 我们自信一下 好 这八个case都ok 好 这部分的case 也是从昨天的 呃 那测试的case 然后直接把它 整理过来的 整理过来的 那这个python的部分 应该就可以 stommit了 好 虽然很慢 但是它至少是 接受的 那这个原则上 它是一个 线性解法 那有可能 我们的平方解法 应该是不会过 看看它这个 那我们如果是其他 程式语言的解法 像是C++的部分 C++部分 基本上我们也是 利用 类似的相同的逻辑来做 只不过我们在 最后那个 算总和的部分 我们这是用到 accumulate 那当中 这里是用到 lum的函数 去计算 啊 所以这里 我们就 让它自行次 然后 summit 所以它的 知心的情况 基本上 10起毫秒就完成了 打败99%以上的 席家家的 参与者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 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